而但臉白皮膚 对镜头装可爱放电 以健身系女孩 打响名号的直播界网红 被指控假恋爱 真炸财 连贴脸自拍 就像情侣一样约会 没想到是甜蜜陷阱 总共出去了四次 就比较亲密 然后会喂东西吃 他可以稍微揉揉抱抱这样 不同于过去 只跟你在线上聊天 恋爱诈骗再进化 直接出来见面约会 营造情侣感觉 要钱理由白白肿 一下子说要送礼物告白 又说直播斗内达标 才能够放假出去玩 要过情人节等等 徐先生前后 会了超过一百万 直到对方又说 拍连续剧视镜要八十万 还要一百二十万 跟公司解约 金额太大 才惊觉有诈 就像是有SOP 直播主还拿走手机 山讯袭灭镇 再封锁账号神隐 就连平台也已读不回 会在赖说是借他钱 可是他就回你 然后或者回你 你这个人真好 怎么样 我对你感觉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不会说什么 还钱啊 也不会确定说 他真的有跟你借这样子 求证直播平台 截稿前没回应 对徐先生来说 爱情没了 荷包还大失血 陪了夫人又折兵 只希望别再有人受骗 三天新闻 正宇龙孟国华张正豪 台北报道